跨越3000多公里 把渤海的水引入新疆 这到底靠不靠谱呢 新疆是咱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可它却像个弱小又无助的小可怜 每天都在喂水发愁 说2010年专家脑洞大开 提把渤海的水调到新疆 给这片干巴巴的土地来个高级护肤套餐 觉得想法靠谱的 在公平上扣一 社长给你讲讲详细的方案 引渤入江共同两条线路 内线掉水方案 是从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取水 通过管道 把海水送到海拔1200多米的黄岐海 形成2000平方公里的湖泊 作为第一个中转站 接下来啊 海水继续顺着人造渠道突发 经过三个大沙漠 与流津甘肃的苏勒河交汇 搭上苏勒河的便车后 海水自留约550公里进入罗布泊 然后利用几百米的高度落差 到达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 这条线路全程3000多公里 相当于沿着南水北调最长的线路 走了一个来回 那咱们再看看外线调水方案 这次的取水点啊 位于渤海的西北角 海水爬升到海拔1200多米的山地后 专家发现 沿山不太好走 果然绕远 在内蒙古东南部设置中转站 海水继续向西出廊山 进入居沿海 前面碰到海拔2500多米的马松山 专家决定只能让人退 再绕过远 然后呀 分成三条支流进入金江 这条线路达到了5000多公里 相当于绕着北京五环转了50多圈 别的咱们不说 这动辄几千公里 投资3000个亿的超级大工厂 惊得我呀 是隔着屏幕都闭不上嘴 大伙觉得这吊水方案靠谱吗 引博入江工程 能让沙漠变绿洲 还能再造18亿亩粮田 这真的可行吗 别说咱普通人了 专家们呀 自己就吵起来了 引博入江计划用海水 把沙漠里的坑坑洼洼 变成人造湖 海水经过大西北的 BBQ自然蒸发 增加西北的降雨 这样不仅能把沙漠这里的 服服帖帖 还能改变西北的生态环境 可惜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中国工程院院士听后 瞬间黑脸 因为海水蒸发 会产生大量的盐 新疆的土地盐碱化 本来就很严重 要是再晒出一层盐 新疆恐怕就要变成腊肉了 这事有人反驳 一立方米的搏坏水 可以晒出四五十斤的盐 按工业盐的批发价来算 这几十斤盐能卖十多块钱 不用机器晒晒太阳 就能坐着收盐鼠钱 这样的好事上哪找去啊 而且啊 当地人还能发展盐化工业 利用盐生产减和盐酸 这下呀 就不用为盐发愁了 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 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仅凭调用海水产生的蒸发量 增加降雨太幼稚了 因为啊 海水蒸发产生的水汽 可能连一场毛毛雨都下不了 而且啊 水汽还会四处跑 水汽都散了 还下什么雨啊 再加上 新疆大部分地区 缺少降雨所需的凝结河 所以啊 增加降水这事儿 想都不要想 之前啊 有人夸口 这项工程能让新疆多出 18亿亩凉田 看来啊 仅靠调用海水 就想收服新疆的茫茫沙漠 再造十几亿亩凉田 实在是太难了 引伯入江工程 每年掉水300亿吨 渤海会被抽干吗 渤海的面积啊 有7.7万平方公里 保守来算 水量大概有9600多亿吨 而引伯入江工程 每年的掉水量 只有300亿吨 所以啊 大家放心好了 渤海是不会被抽干的 那渤海的水质咋样呢 咱实话谁说 还真不咋地 渤海沿岸有二十几个城市 这些城市啊 每年向海里排放大量污水 渤海还有时污染 和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这样的海水 到了新疆会不会污染沙漠 还真不好说 不过啊 掉水能加快渤海对流的速度 改善水质的速度 也就提高了 如果人造海在沙漠形成湿地 可以在那里多种点芦苇 吸收重金属 要是引伯入江工程 真有戏 还得操心一下管道问题 因为盐收腐蚀性的 要是输水管道漏了可咋办呢 海水一旦泄露 可能会导致大片土地盐简化 其实啊 这也不必担心 因为输水管道都是玻璃缸做的 咱家里用的盐罐子 几十年还结实的很 连玻璃都不怕盐 更别说玻璃缸了 从渤海到新疆 几千公里的运费 加上淡化成本 这么金贵的水 新疆人用得起吗 目前啊 新疆乌鲁木齐的居民 用水是四块多一吨 一里的水更便宜 一块多就能买到一吨水 如果是灌溉用水 每吨只要一毛钱 尹博入江的水价 经过核算 要达到八块钱一吨 不知道这样的价格 新疆朋友能不能接受呢 大家觉得 尹博入江工程能不能实现呢 咱们评论区里说的说道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